女星李文生前曾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然而近日流出的一段音档 揭开了该节目的种种黑幕 消息更在微博炸锅 不仅是网友怒火 知名歌手韩红深夜在微博发文 肯定李文是善良诚实的人 我信任他也心疼他 韩红微博全文写道 作为个人我无法对一个试涉多方的复杂事件做调查 做评判 我期待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作为Coco的好朋友 我认为他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 我信任他也心疼他 无论如何希望现在的Coco已放下所有的悲伤和痛苦 从一切纷扰中解脱 依然像当年我认识他时那样快乐迷人 Coco你安心 嗨大家好 我是五通 我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司 老爸上邓美虹 我是蔡康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祝福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叫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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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